其实在近期是有一些地方高校 是陆续开学了 而北京高校的开学时间 尚未公布 特殊时期 高校如何做好 在华留学生的管理工作 让我们走进北京语言大学 去了解一下 我叫霍建涛 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留学生办公室的 疫情期间 主要负责留学生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排查 还有这个联络工作 所有的老师都是24小时待命 小哥 你还记得 加巴基斯坦 加明 他们当初是冲了回来的 再核实一下学生的数据 境外的 包括境内的 有没有发热的情况 有没有变化 每天都要长了 就不落一个人 在被一位小联合国制成的 北京语言大学 作为留管人 疫情当前 淋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学院来说 技术比较大 一千多人 逐一排查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高老师 今天他们开了个会 就是说休学退学的学生 可能咱们后站那边 就要落实一下学生 这道一些纠纷什么的 然后过来继续使用就行了 对留学生来说 文化背景还有这个国情方面 给中国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说 大家待在家里 避免出去 但对留学生来说 他觉得他的这个自由 更重要一点 所以这一点就比较困难 现在被限制到 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长期以来都会有焦虑 目前来说呢 可能还需要大家来克服一下 我要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疫情马上结束 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有 会在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这个也是这次就是毕业生 比较关 最起码来说你们在校内的 可能跟你们办一个 校型的仪式 三月底那个中国政府 暂停了这个签证 还有航班之后 我们的工作中心就转移到 境内的这些学生的 这个防疫工作 这一段困难的事情 学校给了我们各方面的帮助 这让我心里非常踏实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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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幻影学生 疫情期间学生们的一些情况 学生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定的 就比如说防疫方面的配合成果 配合成果挺好的 你好 同学 阿古能 你上次买菜都买过吗 买菜 你上次去买菜吗 借我 借我 都买到了 我写作业 写作业是吗 那赶紧做作业吧 好 好 打扰了 来 请进 你好 这个口罩你回去发给同学们 这个都分好了 一个同学发给 好的 好的 我的名字叫纳菲斯 来自巴基斯坦 在北京云大学读书 读的是本科大四 我爸妈他们就是本来就是想这个寒假 就回家一趟 但是没想到这个疫情 就把这个事情都给泡汤了 当时老百姓都买不到 但是学校还是考虑到的留学生 而且每天都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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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妈他们就是本来就是想这个 当时跟老师一起去发口罩 当时跟老师一起去发口罩 我是白基斯坦人 白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就觉得我们也从来没有 把中国当国外 对吧 就是我们是 可以说是外国人 但是不是外人 就报个平安吧 就问那边都挺好的吧 然后那个就说一些基本的情况 这个疫情的时间段 它只是基本上每天都 实在我们学校的这些 这个防控措施也比较到位 我们现在有200多个留学生 但是还是零感染 36.2 正常 辛苦了 虽然现在我们这个 风效这方面是可能会有点困难 生活那肯定是受影响 但是这个所有的措施 都是有必要的 你看现在是只有这个措施 我们才会安心 这段时间有了足够的时间 可以学习 足够的时间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这段时间开始练书法 就打发大发时间 都学习 学习这些东西 就像我从来没有打过乒乓游 那我现在都学会了 发生这个疫情之后 中国做的所有的措施 它代表中国的民族的精心 大家都是觉得在家里做的 也是对社会贡献 对吧 那这个事情是挺让我感动的 就是有很多国家都做不到 在中国 这个一起会很快乐就输了 因为中国聪明又很负责 这个 这个 那冰 还有这个加明 巴基斯坦加明 这个 两个冰 一样的冰啊 这个 拼读吧 不分国籍 我们就要大家一起加绑劲 才可以恢复我们的原来生活 校园的花都开了 还挺环境 就熙熙攘攘的这个校园生活 希望那个同学也回来北京 让我们一起在学习 毕业的时候 跟同学们在一起拍毕业的照片 好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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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